当人心被欲望所吞没,一个人到底会做出怎样可怕的事呢?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有关欲望的故事 女主原本的梦想是当一名演员,并且她曾经获得过几个奖项 可以说是前景一片大好,但是一场意外毁掉了她的脸 她因此没能当上演员,而是成了一个保姆 她的高中同学兼闺蜜丹尼尔则与之相反 丹尼尔是一个当红的购物主播,每天光鲜亮丽地出现在电视上 在看到丹尼尔的新节目即将开播之后,女主的嫉妒心席卷而来 明明是同样的出发点凭什么对方发展得顺风顺水 而自己的梦想却化为了泡影 她以即将卖掉房子为由,邀请几个高中时的闺蜜重聚 首先赴约的是胖妞和黑妹 他们一进来就开始谈论丹尼尔 一提起丹尼尔就是满满的羡慕 不久丹尼尔也到达了 一进来就抱怨她差点因为一个名人派对而缺席聚会 随后她将带来的高档礼品送给了几人 然后开始说自己即将开播的节目 并吐露出她的压力非常大 女主却觉得丹尼尔实属是无病呻吟 到了晚餐时间,丹尼尔非要在饭前 让大家总结一下一年来的经历 黑妹说她今年收养了一个自闭症的小孩 胖妞说她母亲今年去世了 而她失去了工作甚至还破了产 谈了几百次网恋归来依旧是条单身网 其他几人听得一阵心酸 安慰了胖妞之后轮到了女主 女主说自己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 或许那件有意义的事情会在不久之后发生 丹尼尔一听十分欣赏她的态度 他们就这样畅谈到了很晚 这时丹尼尔说要录一个视频 但是她对黑妹说的内容不太满意 于是让几人重录了一遍 录第二遍的时候 为了取悦观众 黑妹和胖妞都说起了漂亮的假话 接着丹尼尔让女主也来录 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展示自己的机会 并让她将自己的漂亮脸蛋展示出来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女主的心 跟一个毁容的人说人家漂亮 这不是找消吗 女主愤怒地甩开了丹尼尔的手机 就在气氛陷入僵局的时候 突然停电了 女主说她去检查保险司 丹尼尔也跟了下去 并讨好的跟女主说 她一直是自己最想念的那个朋友 女主被丹尼尔的一番话打动了 但是返回客厅跳舞的时候 她却在镜子里发现 丹尼尔对她露出了不屑的眼神 随后几人玩起了一个叫做从来没有的游戏 胖妞说自己从没和名人睡过 丹尼尔输了 她说她和一个世界名人睡过 那人还是她的粉丝 俩人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浪漫的星期 但之后他们就没有联系过了 原本是想大秀一场 女主却根据她的描述得出 丹尼尔不过是被名人把玩的妓女罢了 接着女主说 自己从来没有欺负一个女孩 从而导致她自杀 丹尼尔听完愣住了 随即起身准备离开 却被女主一把按在地上 胖妞和黑妹过来 帮忙将丹尼尔绑了起来 原来胖妞和黑妹提前来这里 就是和女主商量怎么对付丹尼尔 他们用摄像机对准了丹尼尔 准备拆穿丹尼尔在电视上塑造的完美形象 原来丹尼尔是个满口谎言的骗子 她平时就爱嘲笑胖妞的外貌 还歧视黑妹是个蕾丝 曾经折磨过一个试图和她们成为朋友的女孩 最后导致那个女孩自杀 女主逼迫丹尼尔在镜头前承认自己犯的错 但是狡猾的丹尼尔绕开了这个话题 女主愤怒地往丹尼尔脸上呼化妆品 这使小黑受不了地离开了 她并不赞同女主的做法 就在女主出去说服小黑的时候 丹尼尔在屋内策反了胖妞 只要胖妞站在她这边 她就会推荐胖妞当她的接班人 面对诱惑胖妞心动了 在胖妞的帮助下 丹尼尔轻松搞定了女主和黑妹 并将二人锁在了蒸汽房里 小黑机智地用酒瓶 打碎了蒸汽房的玻璃门 丹尼尔劝说胖妞杀掉俩人 不然女主和黑妹出去之后 肯定会散布谣言 到时候他们俩的事业就完了 贝利一蒙蔽双眼的胖妞 果然听话地去寻找二人 很快她就找到了老丹的黑妹 黑妹劝她和自己一起离开 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去 但胖妞不想错过这个成名的机会 在争执中她误杀了黑妹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是黑妹的女朋友短发女来找黑妹 丹尼尔和胖妞商量杀掉短发女 到时候警察追究起来就说 因为黑妹和她闹分手 所以短发女因爱生恨杀掉了黑妹 而他们因为正当防卫杀掉了短发女 贝利一熏心的胖妞立马照做了 很快解决了毫无防备的短发女 躲在暗处的女主看见了俩人做的一切 她知道这俩人已经丧心病狂 再不出去自己迟早也要玩完 她找到了一根高尔夫球棒 就开始往楼下走 在楼梯处遇见了丹尼尔和胖妞 女主举起棒子打中了胖妞 胖妞滚下楼摔死了 随后丹尼尔追着女主来到楼上 抓住她往窗户撞去 眼看玻璃马上就要碎了 女主反身过来抓住丹尼尔 将她狠狠地推向了窗户 丹尼尔从破碎的窗户掉下一头栽进了游泳池 鲜血染红了整个泳池 事后女主按照丹尼尔的计划 成功地将事情甩锅给了短发女 而她自己则成为唯一的目击者 并因此受到了广泛关注 随后还代替丹尼尔成为了一名 当总购物主播 所以说一个人一旦成名 千万不要在老友面前炫耀 谁知道他们是真心地祝贺你 还是藏着一颗干掉你的心呢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